这是我们的风版猪 油花分布均匀的和牛放入锅里算两三下 吃进嘴里入口即化 好过胶 然后我们继续要不断的再去翻搅它 让洋葱啊蒜头每一个都可以均匀的受热 基隆起家的连锁火锅店分店遍及全台 后疫情时期再次回到基隆 推出了进化版火烤两吃 像是澳洲和牛 在烤盘上烤成玫瑰色 吃五分熟口感极佳 因为我们对于和牛的油脂油花分布 跟我们的产地来讲 就是现在顾客会比较 就是会去挑选 如果说客人会比较喜欢软嫩部位的话 我们会建议客人就是烤单面 单面熟 然后像刚刚一样有上色之后 放到盘子上面去做 就是手画的部分 让这样子的肉也不会太老 不会太老的话我们咬下去的时候会比较刚好 而西班牙伊比利猪也能够做成火烤 搭配龙王锅更是必点的料理 北海道大干贝生蚝 巨无霸炒虾鲍鲍鱿鲜鲜鲜鲜 再搭配开放式的自主吧台 30多种火锅青菜品项 让消费者同时享受火锅和火烤的双重美食 基隆的美食选择 像现期火锅店其实越开越多家 那当然我们市民的选择性就会增加 那当然就是这些新鲜的火锅 就是符合基隆的特色 就是像火锅有很多海鲜 可以供我们去做选择 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的选项 因为火锅烤肉 这很符合我们台湾人平常吃的大众口味 那在后疫情时代 像这种有火锅又有烧烤的店面 那相对性如果它的价格 又是民众很亲民的价格可以接受 那相信这个景气是会回来 那民众也会就是很喜欢吃这种 火烤两吃的食材 台湾人爱吃和牛 基隆市火锅店林立 基隆起家的火锅业者 回到家乡 看准后疫时期 餐饮店仅期回春 在基隆推出了升级版的火烤门店 我们一年这个和牛的进货量呢 就光是产值就达到了两千万 那事实上呢 台湾的民众非常爱吃和牛 那在因为呢 这个肉质相当的软嫩 它油花分布的很均匀 那口感相当的好 我们水战基隆庙口 开设这个火烤的门店 是因为我们竹阵菜企团的起始地 在基隆 所以特别要回馈这个基隆的乡亲 那我们这一次呢 有别于市场做出了区隔 以往都提供这个个人烧肉 或是个人锅物 那这一次呢 结合了个人的火锅 还有烧烤的服务 来提供这样用餐的新的形态 那在烧烤的部分呢 我们提供了牛肌猪海鲜 可以吃到我们的牛蛇 有澳洲的和牛 还有伊比利猪 这样高质量的食材 那在开幕期间呢 我们也推出了相关的优惠活动 只要在IG Facebook 还有Google 有五星评论或是打卡 就可以享受烧肉的品项有五折 业者趁着暑假忘记开幕 还趁时推出了打卡 提供烧烤品项五折优惠 民众等不及大快躲移 随着知名连锁店 推出了火烤两次店开幕 也让金融市中心的美食 又多了一项新的选择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导